要磨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 認識股票投資 早晚到達單元六 大家好,我是啤梨 我是胡萬青 單元六就是財務分析 財務分析 好像很艱辛 都OK 現在慢慢慢慢 你令到我升了一點點 謝謝你 還有對於股票投資 是覺得很有趣味性 是啊 因為很多人 我多了很多庭仲 最近因為那些人說 晚上坐的士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要開心機聽清姐 那我就 我感覺到你的溫暖 令到我多了很多庭仲 這個感覺很好 那我們要抱團取暖 這個很流行的內地術語就是 唉,那不是一起過冬 同步過冬 但是呢 現在的市況 已經升到這麼輕巧 而且累積今年 恆森指數由年初的二萬二 已經升到見過三萬點了 曾經累積升過八千點 說的是 升幅有超過三成至近四成 但是其實 升了這八千點裡面 有兩千點都是一隻股票包辦的 就是騰訊了 所以 我今早做節目的時候 我旁邊那位主持 艾美珍 她很心同感受 就是說 現在 在香港生活 真的 沒有層樓 或者沒有一隻騰訊 你都覺得自己 很不安全 是啊 好像總是差點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旁身 還有呢 好像呢 好像沒有什麼安全感 好像蝕了一樣 經常有一種 哎呀 蝕了啦 因為我沒有嘛 沒有就蝕了 有這個心態 但是你沒有這個 沒有那樣 那你想想 你自己還擁有什麼 你擁有一份工作 你擁有健康的體魄 擁有一班很好的朋友 是啊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你令我世界又美滿了很多 我們當然是凡事想好那一面 個人樂觀一點 看東西都會清晰一點 比如我們說財務分析 嘩 就這樣看字面 好驚呀 好驚驚呀 我又不是會計師 我又不是核數師 嘩 我只是激式計加減成除 你叫我怎麼做分析呀 你給我個號碼算吧 其實 顧得你一時 又顧不了你一世 如果你能夠懂得掌握一點點 你是真的對自己 吹吉避空 投資的回報 成果 是可以給你很多滿足感 那就是財務投資 其實很簡單 你寧願買一間賺錢的公司 還是賺錢的公司 那當然是賺錢 他因為他連錢都賺不到 他有什麼條件對你好 當然啦 考富難為無位趋 當然啦 所以要自己想想自己 怎樣去幫到公司 對呀 老公不給家用 老婆怎會煮好東西給他吃 所以老婆想想怎樣幫老公 對呀 但是呢 如果股票呢 我們就一定要大眼識人 為什麼不是說大眼識股呢 股票後面又是人 所以呢 最重要他的管理層 我們之前說了 他的管理層 如果是一個賤人的 他都不會有一隻好股票 可以大抵到你的了 但是呢 說到如果人就好了 那個行業 你就知道 究竟他在賣什麼 賣什麼 賣什麼產品 賣什麼服務給你了 那究竟 人人都是賣蘋果 難道個個都賣蘋果嗎 或者個個都因為賣蘋果 而會發達嗎 是啊 那究竟 個個都是賣蘋果 誰賣得特別成功呢 人人都開咪 你猜 個個都是DJ嗎 是啊 好 人人都講股票 你猜人人都會講股票嗎 這些都是個重點 人人都會去看盤數 人人都會看盤數嗎 其實你不要把這些 想得這麼複雜 首先 如果你是以分析企業 公司的營運心態去看 我的蘋果成本是三元一粒 在這一檔你卻賣到五元 他厲害 有沒有人買 但是 對 你有價 你賣十元也行 有沒有糧 你有價 有沒有市 這個都很重要 不過旁邊我這間賣蘋果的 頂到你了 他賣五元嗎 你賣三元嗎 我賣兩個半 客人都來我這邊 但是我成本是一元 大家成本是一元 或者可能你賣三元 他賣五元 但是人人都要光顧他 但是如果我賣兩個半 我是賣一些爛蘋果 那怎麼辦 那就沒有人幫顧他 最終 有沒有價 有沒有量 價成的量 三元成兩粒蘋果 我這裏就兩個半 成三粒蘋果 三粒蘋果七個半 對 你的六元我七個半 都是我賺得多些 對 不過 要扣除成本 對 你三元買兩粒蘋果 六元收 你成本不用計 你不用本的 一元一粒 你賺了多少 對 三元買了兩粒 就是一元一粒 兩粒四元 對 六元減兩元成本四元 那我七個半 我兩個半 買了三粒 那七個半 你賺三個半 你賺 對 賺三個半 都糟了 都糟了 我買得便宜過你 但是我每一粒蘋果 利潤少過你 你每一粒可以賣三元 即是你每一粒 你賺兩元 嗯 我每一粒成本是一元 我每一粒賣兩元半 我每一粒賣兩元半 我買一粒 就賺一個半 嗯 我起碼要多賣一粒 才會贏你 如果緊 講利潤 是啊 我生意做得比你大 你做六元我做七個半 嗯 蘋果我多賣你一粒 不過我價 是因為要壓價才能賣到 最終我代到落袋 扣除了我的本 原來不夠你多 嗯 那是否要計算 要計算成本效益 是成本效益 還有價和量 先計算價和量 就是收入了 嗯 那要看得很通透 有時候表面你以為 他很好生意 原來他沒有錢賺 是啊 這些最糟 那最近有一間快餐店 剛出了業績 很好生意 不過生意都下跌了 這些生意很好在大陸 其實幾間茶餐廳 或者快餐店 其實都不便宜的 你知道現在吃快餐是快的 他沒有說他便宜的 沒錯 現在快餐很貴 我覺得 茶餐廳 他都沒有說自己是便宜的 是啊 他從來都沒有說自己是便宜的 是你們認為茶餐廳便宜的 是啊 其實兩間快餐店生意都是做多了 但是一間就 盈利增長一點點 有一間就有些倒退 最主要是因為人工的成本 所以成本不單是蘋果那裡的 其實你都要出份份量給自己的 那算起來算起來 這樣就沒什麼得賺 那就是盈利倒退 一間就有十幾個% 有幾個%增長 另外一間茶餐廳 哇有十幾個%增長 吊軌的地方就是 你明明縮了些店舖 在香港 大陸的店舖多了 香港的店舖又少了 收入又少了 毛利又跌了 扣除燈油火納員工成本 租你又欠不到 明明接了這麼多間店舖 都欠不到租這麼奇怪 然後呢 你原來在稅裡 是交少了580萬 你去年交少了580萬 所以你今年的盈利 就多了560萬 如果不是因為稅 省了 你哪有13%增長 是盈利倒退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 究竟增長點在哪裏 是不是你做生意做得厲害了 原來你沒有厲害 原來是省在一些 古靈精怪的地方 這樣就算是好運的 是的 你每年都省得到嗎 那些真的不是自己主導 那當然 因為我們入市之前 其實都不僅是在公司做多少生意 成本是結構 扣除了之後 正賺多少 炸了之後對股東好不好 都是你作為一位投資者 很應該關心的 那我想問你了 你在投資之前 譬如現在最近很多 太太太太 小奶奶 有空炒股票 辛苦舊股都不拘 什麼都炒 什麼都炒一頓 總之升就行了 那你會先先看什麼呢 我先看我身邊有沒有人買 哈哈哈哈 羊群 羊群 不是 有沒有人買去到斷定我是不是其中一隻羊 還是我願不願意成為羊群 當然他剛剛買 就通知你為股票好 因為他沽了貨 找你接貨 是啊 或者他想沽的時候找你接貨 所以呢 其實我就是小奶奶 小買股票 所以我經常聽 聽完之後我又幻想 如果我買了 哎呀買了就虧了 又或者哎呀早知道買了 你買就好了 哈哈哈哈 每一天就在這裡玩得 又玩實 其實 投資股票 首先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是 先看看這些股票貴不貴 是 譬如你 只賺4元 那你的股票 都是賣16元給我 那就是說 你將你盈利的4倍 是賣給我 你盈利是4元 那你的股票賣16元 那你那個市盈率就叫做4倍了 就是16除4 就是如果我買到你的股票 我假設你每一年都是賺到這麼多錢 沒有倒退 我不當你有增長 沒有倒退 那就是說我4年就會回到本 是 是 因為你賣你的股票出去 當然是賣給一些看好你 未來的盈利前景的朋友 是啊 其實買得到你的 都不是因為你 假設沒有賺多 每年都是賺4元 那我肯給你16元 我肯看你4年 因為如果 你只有一倍市盈率 就每個人都會反應 一倍市盈率 很快 很快 很快就找到 一年就可以了 去買 對 如果我看好你 明年賺4元 你又英俊 又英俊 每個人都會來買 你買貴一點 其實人家都會來 惡霸 然後呢 有人搶購你的股票 你16元 4倍 我覺得 你一隻這樣的消費股 賣蘋果也挺好賺的 買街檔 我給5倍 我給20元買 那你股票不就有一個需求 就有得爭 對 那怎樣為貴呢 其實是比較的 如果整個街市 或者整個市場 賣蘋果的 大家都在享受4倍市盈率 大家都願意 用4年盈利的回報 總額 來去買 現在買入你的股份 因為我現在買 我想著 未必只拿4年那麼少 那些人就是這樣算的 我拿4年回本 我將來後面的就是我的 我這樣算的 四倍就是大概4年 一百倍就是100年 這個就是市價盈利率 用你的市價 除以營利 市價就是分子 營利就是 分母 你買多少倍 然後如果我 其實我賺7.50% 我減了3元 就是我賺4.50% 對呀 我賺多於你 賺4元我4.50% 對呀 那你賺多了 我剛才說錯了 4.5元呢? 其實我賺多一點點 但是我賣一些價錢 如果將來蘋果的成本高了 我就首當其衝 我的壓力會不輕 但是我現在4.5元 我當賣4倍市盈率 那我18元 大家都是4倍市盈率 那就看大家喜歡你還是我 但是如果我賣 我也是賣16元 兩隻都16元 但是我賺4.5元 你賺4元 人家就會買我 因為覺得我比你便宜 那會不會說 我每股盈利比你多 你的市場佔優率比我多 那是呀 因為有三個人幫襯你 只有兩個人幫襯我 那看你大不大 還有貴不貴呢 究竟就是看看你的盈利 和你的股價匹不匹配 所以很多時候盈利和股價匹不匹配 我們就會用市盈率的市價 隨意的盈利 去看看究竟 你賣多少年的盈利給我 好像我們之前說的茶餐廳 其實呢 它就是上市的時候 兩個多人錢 它是一次過收了它 三十年 未來三十年的盈利 你說貴不貴呀 那我真是 接著後來都升到四、五元 大家都看好它 嘩 好像覺得它那張桌子 一天都可以回十幾二十次 你試一下半夜 看它開廿四小時的餐廳 能不能回到十幾二十次 我試過晚上看完演唱會 去那間茶餐廳 有很多桌子 沒有人坐的就知道了 有些桌子 你那些年紀 那些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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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紀不用睡覺了 坐了整晚 都沒有回那張桌子 跟阿清姐聊天最好的 經常當我是年紀 當我是年紀 當我是夜媽 夜媽在睡覺 好像便宜還是貴 是比較的 究竟貴不貴 你就說一下 究竟它賺多少錢 它又在賣多少錢 你就知道貴不貴 用市盈利去算 還有 講口碑而已 做生意的事 我是買得便宜 但是我的蘋果 很多都有蟲住 是給蟲吃了先給人吃的 接著有人會唱我 那買的 對呀 買的蘋果生蟲 你去啤梨買吧 雖然它叫啤梨 但是它賣蘋果 是啊 它遲些賣了啤梨 即是說它可能會多元化發展 它收購在旁邊賣啤梨 這樣呢 大家有口碑 覺得你是專門賣漂亮的 你有名氣 你有口碑 這些都是你的 無形資產來的 哇 那真的有學識很多東西了 那我真的要保持這個東西 否則不夠資產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繼續有清姐在這裡跟我聊天 對 蟹蟻剛剛我們說到 買一間公司的股票之前 先看看它貴不貴 如果貴就先等它便宜一些 但如果它覺得貴 你覺得貴也有道理 貴貴你也會買的 只有賣貴不會買錯 買貴有時是賣錯的 但是你覺得它的前景 你是有信心的 你覺得它未來會賣更多的錢 現在不買便宜了 那就是一個考慮因素之餘 其實是名氣 名字大不大 那些名牌來的 將來清姐那檔應該沒有了 清邪那些就是名牌 對 阿啤你那檔會越做越大 它應該將來是龍頭 我現在趁它便宜的買定 上總這間公司 覺得它是明日之星 你又會加分給它 你又覺得這個價值 另外就是我們剛才提到茶餐廳 它用省到的稅 來填回它失去的盈利 令到你覺得它有增長 其實它省到的稅 比它多出了那部份的盈利 如果它不是省到稅 其實它是盈利倒退 那就是說我們要秤一秤 就是這間公司 是不是真的賺錢 這些就是叫財務分析 就是秤一秤去多錢 秤一秤其實很容易秤 收入有沒有比去年 扣除燈油火 伙計人工 Marketing 剩下的盈利 毛利 Growth profit 毛利有沒有多過去年 剛才說的那間茶餐廳 它想著你會和它一生一世的 它的號碼也是一生一世的 但是你會察覺到 為什麼這間茶餐廳 它的收入下跌了 盈利毛利下跌了 最後的純利會多了十幾% 然後省了稅 但是這個情況 不是真的在做生意那一部分賺的 不是只是它的 全部公司都是因為稅那裡便宜了 不是的 可能它去年給多了 今年又退稅 你也會有些退稅 哦 是啊 真是幸運 另外呢 你生意做少了便交少稅 其實骨子裡賺少了便報少 對 因為報稅它有條線 你過了它的百分率又多一點 就是這樣 還有它賺錢有什麼證據 就算它不是因為稅那裡節省了 節省就是賺到 不是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算它不是節省到某部分 它是賺了錢 你就看到它不是節省到什麼 那它是不是真的賺到錢呢 都要留意 還有 有沒有人推薦這個股票呢 名家 即是那些 股評 即是好像阿清姐那些 對 但是你說我是名家 我都覺得不敢當 你說我是 偶像 我是真的 每一天都在評論股票市場 你說我是偶像 我又覺得 真的太開心了 我是啤梨的偶像 那如果你說我是專家 我就會秉你 因為 在市場裏面 投資市場只有贏家 和輸家 如果你說我是財演 我會 向你噴口水的 我很生氣的 現在經常都說這些 我覺得是侮辱了演員 還有呢 財演這個terme 是以前 蔡冬豪寫信報的時候 用元復生的那個名字 寫的時候 他是要來諷刺 真的出來裝了 裝了東西 其實都沒有見那間公司 在那裡喪吹的股評人 其實 蔡冬豪他和我都 Happy Hour過 我說 我不喜歡你說我是財演 他說 我都沒有當過你是財演 他不是說你 他不是說你 算你了 這樣子 但是 青姐呢 我有插句咀 青姐呢 在這幾個禮拜裏 我接觸青姐多了 青姐是一個直到沒得直的人 是一個很真很直的人 我很欣賞 那個人又橫斑斑 那個人又忠忠直直 你那樣東西就看了 那樣東西 他簡直是嘩 嘩 嘩嘩嘩嘩 就是 快人快語 想都不想就噴了出來 就糟糕了 也不是的 現在 我的另一半跟我出街 我們是前後腳的 怕被人打 哈哈 危險 危險 真是慘 所以哪一個推薦 你都要留心 如果 凡是推薦的股份 都是很邪邪的 或者是操控性很強 而且每次推給你之前 就升了 推完給你 你一買 就跌的 就跌的 如果每次都是這樣 你要小心 那位人兄 我試過 一定有的 告訴你 那還有 是不是很多人 爭著要買這隻股票呢 爭著買這隻股票的 究竟是一些機構投資者多 比阿蕾呢 是 那還有 其實在你的角度 你覺得機構投資者 多去買的股票好些 還是阿蕾買的股票 當然是機構 因為他們 其實很多是來自於基金 他們是other people's money 他們都要拿performance 拿表現 還有 如果是機構投資者 他們普遍都是有一個團隊 都會做了分析 或者甚至做了一些市場的條言 還有他們有機會是能夠接觸到上市公司 他才去諾答 那那些機構投資者 那些團隊 就是很厲害 他們的分析一定要比普通人厲害 他們一定會分析全面我們 因為他們擁有的數據 會讓我們多 還有他們能夠接觸到一間公司 這個是普通普羅省戶投資者 很多時候未必做到的 我們都接觸到公司 但是呢 有時候 最擔心就是公司展現那一面 不是正實那一面 還有 還有很多可以客觀點去看這些公司的投資價值 你未必每次都要見盡所有上市公司 我都沒有親眼見過阿李嘉誠 嗯 是啊 我看電視經常見 是啊 那所以呢 阿成哥 其實我們都對他的上市公司是有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經營的策略 和他們的盈利表現 還有公司的透明度 那究竟這間公司的財務報表裡面 其實最重要就是 這間公司有沒有錢 如果他都先不先下的時候 他都很難做到新的生意 所以這間公司最重要是 現金 現金多不多 但是他的現金是否來自他的欠債呢 你剛剛問銀行借了10萬 你現在戶口就多了10萬 我看你男人包很多錢 原來你欠人整身債的 是的 還要一屁股的債 所以先看現金有多少 然後檢查一下債有多少 扣一扣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正現金呢 哇 原來都要花這麼多 那很容易看的 打開那個報表 資產負債表 你有多少資產 有多少負債 不難看的 那那些報表是一年一次的嗎 是的 甚至半年也有一次的 如果有些公司出季度業績 他們每三個月都有一次的 另外這間公司 借貸不要緊的 我們也借錢的 因為我還在儲存房子 那個儲存房子 很多香港人 我層樓還未供完 是的 那究竟他借錢來做什麼 我借錢來買樓 安居落業 我每個月賺的錢就是供樓 小朋友讀書 他借錢來做什麼呢 如果他是借錢來還債 旅行 買遊艇自肥就糟了 買遊艇自肥就糟了 自肥 真的好 然後 或者 那間公司借了一堆錢 原來是主席的太太 原來的底環都是公司的卡 這樣就糟糕了 有的 是的 有善打體心 那還有呢 究竟他的欠債呢 譬如他的借貸 是否為了公司將來做更大的生意 或者做 見到一些商機 不要錯過 如果我錯過了 去買那間啤梨店 就被一個啤梨買了 我現在一定要買它先 因為我知道 遲些朋友 不正常喜歡吃蘋果的 他們很健康 還喜歡吃啤梨的 好 我先下手為強 因為我現在手上有錢 我先拿了它 我手上沒錢都不要緊 銀行借給我 我拿了它 公司問句為己有 起碼呢 我盡修天下的兵器 拿乾它 讓它買不到好的公司 最好啊 而且爹你很值得買的 買吧 是 很值得用的 所以呢 這間公司欠債的用途 最重要 就不是說它欠不欠債 最重要是它的債務 究竟用途是否用在一間上市公司的業務身上 另外就是 究竟這間公司的媽媽實力行不行 這個很重要 好像是新成健台媽媽的實力便很好 當然啦 這個是很安心的 還有呢 它將來 你有沒有信心 它會繼續賺錢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它只賺 今年賺錢 明年又蝕錢 後年又蝕 那就閉加貨了 所以其實 都要看很多不同的角度 不要只看它表面 說今年盈利多了 好像剛才你舉的例子 你一切一切都是說 可持續發展 那我又學會了 又上了一課 但還未夠的 一會兒轉頭回來 繼續有青姐 自助人生大學堂第三部分 認識股票投資單元6 在我旁邊有青姐 今天就講這個財務分析 即是講了一半 講了兩節 這兩節令我知道 即是看一個人 或者看一間公司 究竟它是否有潛力呢 其實不只是看表面 那當然是的 因為每間公司 它經營的 或者服務 或者產品 都不會一模一樣的 就算是賣蘋果 你那些是賣地雷蛇果 我那些是賣大陸蘋果 那都已經未必一樣了 所以我們秤的時候 一定要看 就算同一個產品 都要看它 究竟市場是針對哪一個 譬如市場上高 最近有些最新的消息 我們也是早上節目講開 就是一間做玻璃的 兩間都是做玻璃 另外一間都會去北美 去加拿大設廠 有一間叫順兒玻璃 大家做玻璃都做得很好 都是幾十億美金一年 那些 一間就是當內地的玻璃 但是呢 內地那間就是 中國第一 世界第二 另外一間 也是世界頭三大 但是他們不同的地方 雖然大家都是玻璃 起車 擋風玻璃 一間就是做新車的玻璃 總之 你的新車的玻璃 就是內地的玻璃 就是內地的玻璃 另外一間也是內地的 不過是做一些替換玻璃 譬如很多車 很多時我們 Potify 或者前面的車 石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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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為何 一刻就打中了位 很不值得 很無辜 駕車沒有做錯任何事 但是被他打中 對 或者被人打破玻璃 或者自爆 那些就要拿去換 替換玻璃 另一間 信義做得最大的 所以呢 兩間的成果不同 那哪間是第一 其實 哪間是第二 也很厲害 也很厲害 數一數二 即是看看那陣子的人 買新車多 還是買二手車多 如果買新車多 那你那個 二手車都保養得好的 那塊玻璃 都可以用很多年 也是的 但是原來替換玻璃市場 都是很蓬勃的 所以我們秤的時候 就看看他了 究竟他的成本結構 是的 那哪一個會強一點 還有一間公司 如果能夠 將每一元的成本 都可以變成更大的回報 那他的資金運用效率 就更加好 那究竟這間公司的 資金運用效率 或者甚至 會不會儲了很多資產 令到更加 財務優勢 比較穩健 比較強勢 就是如果你的財務能力 比較強 一有好的機會 你當然是第一個接觸才可以 那當然 因為如果是財務強的 又好生意 又積極的 那我想大堆人欠他 是的 所以我們財務分析 其實資料來源 剛才那些都一直說到的 就是你一定要看幾個報表 其實每一間上市公司 他們在年報和財務報表 都是給這幾個表 一個就是選益表 選益表 沒有好像很艱辛 其實是收入和支出的 那如果資產負債表 就是你有多少斤兩 那我想問 請一請你有多重 我很害怕 一請就說 給你減肥 那有些東西可以幫你減肥 那就是射一點 射一點 對 負債還還一些 現金流量表 究竟那些錢是怎樣出入的 喂 出糧了 將票入數了 那些就是現金流入 然後呢 燈油火 火記支出 人工成 那些就是現金流出 流入和流出之後 喂 我每天都要開票出去付錢人 嘩 又要買貨 又要出糧 又要付電費 但是呢 我又有很多票收的 我賣到的貨 人家又來付錢給我的 那些錢不斷出 每天都出 幾好 究竟最後 我是正數還是負數 對 有時真的要很清晰才是 以為很多錢收 誰知道我們都開很多錢出去 是啊 那就要看現金流量表 最終它會將你的入的 就加加加加 出的就減減減 一拍上去 一條加減數而已 原來沒有錢賺的 我天天不斷收 哇 一千元 原來這樣 當然啦 如果你每天去找 沒有簽單 你就 我當然沒有錢賺 幸好我沒有 你這樣說 如果我有做過這些 我真的心血危險 哈哈哈哈 不是 我不是說你的 我是說某些人 我知道你不是說 現金流量 如果最好 最理想是正數的 當然你都可以有其他 現金流量的來源 那個就不是你的經營活動 那個可能來自融資活動 突然間銀行 嘩 嘩 嘩 想送些錢給你 有這麼大的 收你十利息 正 正 正 銀行正 對 你肯跟他借錢 銀行多正 那些就是你的融資 得利的 financing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分三部分 經營現金流 和你的融資方面的現金流 嗯 那還有一部分 用之外 簡單來說就是借回來的那些 是啊 那還有呢 權益變動 就是究竟 這間上市公司 這間企業 那些股權的變動 譬如 咦 被你是老闆來的 他是買這麼減持的 難道他覺得股價已經倒了頂 那你要很留心 這個老闆 他對自己公司 有沒有信心 如果他不斷 是真金白銀 用自己的錢來增持股票 你都可以留心 留意一下 可能他覺得 股價去到一個 他都覺得抵到爛的水平 或者他對自己的盈利前景 很有信心 覺得現在 爭持股權 一定要著心 那如果有一些 叫做新的投資者 加入這些是叫做好東西 還是 新的投資者加入 要看一下這個新的投資者 是什麼人 如果他是一些很出色的 投資很了得的 譬如 阿成哥 嘩 所以他會點石成金的力量 當然 因為 他的Track Record 很成功 他買了公司的企業 他都可以 真的 嘩 Husky 都可以 八股樓為神奇 是不是 能源機構 多難做 甚至 他是 見到很有盈利前景 但是現在 那個價錢 很吸引 就鳳凰無保不落 如果我們見到 這些成功的投資者 或者很出名的 機構投資者 他們簡直都是 鳳凰無保不落的 他的資無基金 他上中這間上智公司 一定是對這間公司的股價 是有利 因為 大家都看他的頭 覺得 他對這間公司的 看好 盈利前景 是有信心 看好 大家就蜂擁去跟風 所以 其實說 每動一下都要查清楚 究竟 新來的朋友是什麼人 走了的人是什麼人 然後去到 再稱一稱 究竟他是 升值了還是貶值了 還有 如果 好像股神級數 股神巴菲特 在2008年的時候 他入股了一間公司 叫炳亞迪 但當時 大家覺得 電動車 我都不會買給阿迪 你看他的名字 現在大陸很多 就是 我看到很多 大陸 十元八元進去 然後 你知不知 十多元 大家得知 他買了的時候 然後 你知道 股票最高升到多少 那兩年 多少 八十 八個四 嘩 不過很多股民 在八十八元買了 嘩 坐到今時今日 都是上到七十元 嘩 坐了十年 都未去到最高的位 但是 如果股神買的時候 你差不多過價買呢 嗯 你現在 又遠見 聰明 回報都很和美 聰明 我現在等著有沒有人聰明 我現在 這麼低價值 有沒有人聰明 去收購我 嗯 古神巴菲特 他曾經 在一個多元錢 幾毫子的時候 買了一隻鍾石油 那時候 因為中國 經濟起飛 騰飛 2001年 加入世貿之後 企業 營利好 做廠 都賺了很多錢 當時的成本 還沒到那麼瘋 那接著又 奧運 我們又要興建很多 鳥巢和水陸坊 是啊 你說 怎麼用很多鳥巢和水陸坊 北京一個鳥巢一個水陸坊 但是你不知道嗎 那些地方政府 是要面置工程的 形象建設 地方都爭相仿效的 嘩 我們國家 搞北京奧運 每一個省市都有一間體育館 很大的 很漂亮 但後來有些插座 變成一早起樓 是啊 我也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地方 都有一陣子這麼漂亮的體育館 有一陣子 想應奧運 是啊 所以 那時候 經濟很蓬勃 但是一場金融海嘯之後 就借了 油價 曾經升到147元 現在也是60元 但是 股神巴菲豆很早 在沙士之前 他已經入股了中石油 還要正確不讓人知道 不過 就是在沙士那年 哥哥 走了那天 其實 也有另一宗新聞 就是 對於股票市場 對於香港的股票市場 是很有標誌性的 就是 2003年的4月1號 香港加力所 就出了他們的上市條例的新例 就要 凡是 以前你持一成的股權 你才要將你的身份曝光 嗯 股神巴菲豆幾間 嗯 他差剛剛9.9% 他就是不想讓你知道 他買定離手中石油 那時候中石油是給狗利息的 但是 一曝光 為什麼要曝光 因為當日改例 拿到5%已經要曝光 結果 他的持股就曝光 然後大家爭相仿效了 哇 一個一個半又買 兩元又買 但是在3元 3.8元 3.9元 3.7元 他誘了一年幾兩年 很多人被他悶走了 但是沒有被悶走的 根股神 同步過冬那些 普團取暖那些 零七年才能曝 你是能曝到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哇 不過當時 股神其實 他十一元至十三元 他已經慢慢清貨了 那年是零七年 那很多阿婆阿嬸 就說 哇 你十一到十三元 你股貨 哇 我們現在形勢先大好 2007年炒股 炒到興奮合 就來北京奧運 那次都上到三萬樓上 31958 然後呢 哇 各個就走去 喪搶中石油 喂 他們好像 不記得股神包飛 但是十幾元 十一二三元走光 他們呢 就覺得 超股神 我比你厲害 我是呀 沙基灣股神 我是黃埔股神 我就十七元買人 我十九元都走得了 結果 今時今日的中石油 你知不知道還是什麼價 多少錢 五元 哎呀 那麼 十元買人 你如果是股神 股神那個價錢走 如果股神不走都輸一半 股神 真是股神 真是我偶像 股神是神 不是人 好厲害 雖然他也是人 除了清姐之外 我多了一個偶像 就是股神從今天開始 但是到最後這一段 看看會不會有多個偶像 你猜股神巴菲對是股神 就個個都是股神 嘩 哈哈 稍後繼續有清姐和我給你 看看清姐 嘩真是 聽你說回很多過往的歷史 你掌固啊 是啊 我們來香港掌固 搞得我呢 好像很開心啊 因為我中間真的錯了很多 自己沒有懷疑 但是現在我覺得 你不是斷了片 只是個斷層 你沒有關注到市場 我沒有關注到 但是你說完之後呢 我喪失了很多應該學會的知識 現在我真是謝謝你 其實我又覺得 都學無前後的 我們在一個自在人生大學堂 其實都是鼓勵大家終身學習 是啊 那學東西沒有說遲的 其實我都在盤算 去不去讀個法律的程度 哇 其實我生小津津之前 已經打算讀的了 不過又忙了 當然有藉口的 這個世界 但是就 那時候又讀完個 Master Degree 那幾年 那我就覺得 哎呀不要讀過我讀書了 然後呢 後來現在覺得 讀一個LB也好 保護自己 受傷害 很厲害 所以說清姐就是偶像 現在兒子都懂得自己放學 哎呀那我也讀回 我下午都可以去 走出去出鏡 你現在 你好像搞得很忙 你看到你天天都 我很忙去吃飯而已 還有呢 我們忙著是怎樣呢 聽風收料 因為呢 我們有很多 就是我覺得 這個世界的事情 三人合無 是必有我私的 不只是Happy Hour 去跟行家 去收風 看看市場發生什麼事 還有很多時候 究竟在上市公司 有沒有去他們的行行 到岸瘡啊 或者上市公司老闆 抵押股票借錢啊 嘩我都第一手資料 你知道跟我們喝東西的人嗎 是來自真的 五湖四海 都是的 但是來自 起碼加起來 都有十間八間 股票行 是 還有裡面都是 他們是掌握了 比較高層次的資訊 因為很多都是CEO 周董 老闆 甚至是拿著大客的倉 甚至他們不只是做股票經紀 有些是做確範的 即是幫人做融資 上市 IPO 有些是機構投資者 那 我會覺得 如果加加賣賣 我應該都會知道多個 只是 只做一間股票行裡面 很封閉 甚至閉門造居那個 當然啦 是看大環境的 得資訊 得天下 所以阿青姐 大家就是不斷找她 但是最後一部分 就是今次說這個財務分析 去到這個財務分析 最後一部分 有些什麼可以再告訴我們 學員或者公眾 知道 但最後一部分 其實大家都要注意 究竟這間公司 就算今年賺錢 是不是他真的 連年都賺錢 還有究竟如果有時 最成功的公司 有些都會 有時馬失前提 或者有時未必是 她自己的管理問題 或者她的經營策略問題 有時是大為市況的問題 有時真的高高低低 一定有的 那說真的 科網股爆破 或者沙士 或者甚至金融海嘯 其實很多公司 就算不錯 那一年都有馬失前提 問題就是 當它跌低了 是否容易成功起來 還有就是 究竟她的生意 那一盤生意 她買的產品 是不是市場還在呢 譬如好像今年這樣 有些朋友說買家電股 其實內地A股裡面 我們都很熟悉的品牌 只是A股買到的 美的 格力 Gree Jerry 甚至海爾 出洗衣機 很厲害 青島海爾 其實他們A股做得很好 今年A股升不多 就是一成這樣 但是呢 這些家電股 美的還買到機械人公司 他的產品 他賺的錢 已經不是單單來自家電了 他連世界首位一指 四大機械人公司之一的Cooker 工業機械人 那些機械臂 他都入了股 那就是說 他是懂得與時並進 以及懂得 利用自己的資金 去再賺錢 發揚光大 還有為股東創造更多的價值 這些公司是很值得看好 所以其實今年 美的是升了很多 升了五六七八九成 如果你說貴州茅台 其實這些就是內地的龍頭 我們進去見客 或者就算香港都是的 個個都是一枝茅台 全部都是的 是啊 好像當水一樣喝 是啊 我們都喝不少了 就是肝 所以都要做一下 為什麼要出去做肝的食物的代言人呢 都覺得真的要有需要 挺好笑的 我看你的臉色紅人 是 這幾年我是懂得吃了 之後還可以的 但是呢 都要留心 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臨場的品牌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名氣 不只他還可以賺到錢 賺到錢不只 他還肯派息給股東的 這個也很重要 如果他賺到錢 不派息給股東 有沒有這樣的公司 有的吧 當然有 好像很生氣 一無不斃的男人都不會受歡迎 所以你要對你的女朋友 慷慨一點 我很慷慨的 那些女朋友 不是啊 我太太 剛剛結了婚 恭喜你 謝謝你 所以對太太 更加要慷慨很多 是啊 我會的 買定聖誕節 你問什麼 是啊 買啊 不單止 聖誕節好 新年 聖誕中 應該是 聖誕中 應該買哪一隻 不知道 買匯豐 買手匯豐給你太太 隨便 她要什麼 我有就買 是啊 但是這樣 我看你的時間 好像趕著要買禮物 給我身邊的人 我要多謝清姐 今天跟我們說 認識股票 投資單元6 財務分析 大家都可以 上網看 或者聽我們節目的重溫 今天的時間 就是這樣 Bye Bye 自在人生大學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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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